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本日记的出版其实前后应该有大概40年的时间了 应该是这个整个的过程 我现在把它讲一下 其实马街他有记日记的习惯 而且我们现在在看他的演目的时候 一般日记假如是写的自己看得懂的 这个是正常的 不过确实他写的日记是用手一写 而且龙非凤很难去辨识 不过以一般人日记来讲的话 能够写得那么详细 而且他不是写代号 他文前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写 所以让我们今天翻译的话相当的方便 那这一套书一开始 其实马街过世之后 这些日记本保留在他儿子的手中 一直到他儿子过世之后 他儿子过世 他太太盖賢宁 我小时候也是叫他 因为我小时候前家是第二代马街 带我姓子哥 所以有这样的一段奄言 那盖賢宁在民国五十七年 那个林黛他要回家的时候 有留下一部分的文献 当时有一个叫Gales 就是教委的一个船教室 当时是住在正义大县 靠近同楼那一边 就是一个 就中节拍片有一部片叫什么 不能说你一句话 就在你那里面 他左的时候 有看到一箱的文献 然后把有三本的日记本交给他 这是他第一次 其实那三本不是日记的原来 是杰瑞恩先生自己 他的儿子 因为那些有用罗马拼音 他有把自己在班里 等于把他截录下来 这一套的截录里面 以教会的观点在写 也就是他要给教会人看的 当然他有写到一些台湾的东西 不过在写的过程里面 他也有下一些简单的标 下他自己的评议 所以跟原来的日记本 假如拿来看都不是很接近 那这一本也刚好在马接 四十一百 马接来塔一百周年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叫论坛报 论坛报也要想延载一任马接翻 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 这一本的日记 也被当时的一个记者 叫做陈鸿先生 后来他当牧师 他把他拿过来 也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机会 得到这一本 这一本他写了一本叫做 《马接国事在台湾》 这是当时研究马接比较早的 有了这个手稿之后 他最后也把它翻译出来 那个是在马接来塔一百年 就是1992年 那一年出版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得到这个原版 大概出来只有这个样子而已 现在已经很多版本 不过至少第一开始是这样的 这个在广报社所出的 所以我们论词里面 以为马接只有这一本 实际上他那个里面 当时我们就知道 他后面应该还有更完整了 这个一直到 结果他们回去之后 马接的家族 他还有三个爷跟一个儿子 目前还在 这四个人最后把这一套混了 一人大概混三人 总够十二人 不过也因为在这个 这个马接的第二代 在淡江中协的后期 跟我们台湾这一边 有些关系不深 这个大概我们教会使得知道 有机场的充足 他当年的协胜 几乎对他相当的客信 所以他们家族 有部分也把台湾当成一个商品地 来这样看待 不过谁的时间的流展到120年的时候 快到应该是在1994年那一年 也就是第一次出版 1972年到1994年 那一年刚好 我们淡水有开始推动马接 就是马接来台120年的时候 我们淡水教会有推动马接的行根治理 也把马接这一个人 他对台湾的贡献 以及他跟淡水之间的这个关系 我们那时候 我透过其次有活动 有把它扮起来 那这一个扮起来之后 台北县政府 刚好游青在会 在镇的时候 有一个相关 就是每一个乡镇要有 也就是把孙中甲区跟蒋介石 竟然把它拿下来 然后把每一个地方 把一个文化性的人物 那淡水刚好 我们当年开会的结果 正代会是挑马接国师 蛮意外的 因为没有一个乡镇席外国为主 不过正代会能接受 这是我们的特色 对 国家人比较厚 所以马接在1994年 你们现在去看老街 有一个马接调象 最后那一个落成 那这一个活动 由淡水教会来办 我当时有任务幹事 所以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们就提出一点说 假如是这样的话 因为他有一笔的经费 他早安做一笔 但最好这一笔的经费 请马接的后代回来 这样 这个想法后来 经过县政府的同意 我们在1994年的十一夜 马接的第三代银村 那个接耶翰 跟他的长迷 接 已经在两个礼拜前过时 接马列 这两个人就回到当时候的淡水 看到雕像放在这里 然后把淡江终结的针 一到也这样到以前 发现现在人对马接 当年的想法 看法就不一样 所以他们回去的时候 还蛮幸福的 刚好台北县 我们也送马接的小小雕像 有两个 所以我们叫他带回去 每个家族一人一个 回去以后他们相当的幸福 结果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有考虑到 那这些日记 是不是更完整的把一切 死掉留在台湾 既然台湾对这个 有这样高的一个幸迹 结果在这个时候 张老明先生刚好也去到那边 所以提到这件事 他们就很抗坦的 三个姐妹 加上他的一个弟弟兄弟 把十二本的日记 全部托他带回台湾 带回台湾以后 我们第一次 经过到2007年 他把他翻译出来 就是现在的英文版 这本当时翻译的时候 就是一般来讲 教会在用 不过翻译的过程 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马盖的日记是收写的 而且是相当漂亮 不过不是这样 所以透过很多外国人帮忙 把它改成打字稿 这本大概是完成这样的一个 在2007年就出版了 不过出版的时候 当年的考虑就是 以教会 每一个教会一本 因为出版的单位是 台湾北部大会 北部大会就是 陶杰的去够狗狗狗 所以当年也没想到 这本要怎么办 所以开会的时候 每一个教会自己带一本 他们的东西就在金桃 跟枕头一样 有些教会也不是很喜欢 就丢在现场 所以我们出版完 在出版中午版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 这本不应该是这样来处理 当成人家送来 人家又不要 送给不是 正在研究人 要点译就没有 所以第二本 我们出中文版的时候就考虑 中文版的翻译 是透过六个人一起翻译 翻译完的话 会有个问题 六个人翻译的 意义名什么都不一样 比较也不一样 所以最后要出版前 我们觉得这样 这不是很负责任的办法 所以最后透过三个人 一个主事者 叫做吴文雄牧师 还有当时北大的一个 陈牧师跟我 我们三个人 就把他再看一次 他看了一年多 相当辛苦 就是开会的时候 一页一页看 有一些欢意 怎么样 我们就对了 这个后来 我们把它结束以后 看到要出版 如果当时我出这一本 想过我们就有了 假如又把它当成 你们出来 又像金头 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那第二个也想到 应该跟外面出版的时候 因为这一本 很多地方跟台湾 相当有本事 你们去看就知道 那这一本只有在教会看的话 还有教会出版 真的很可惜 那我们也想到 是要跟哪一个出版社合作 然后 我们在想的时候 排了一堆人民 然后第一个想到的一山社 一山社不是跟我关系怎么样 所以这个一山社也不知道 因为他定期都会寄书信给我 所以如果书信每次我都有关 所以我第一个想到 他既然对这个台湾的东西那么失误 当然我们也想到说 合作上可能没有那么像以前了 这个在二十年前可能出版会很难看 他现在是我们的时代 那我们六位族人 我们也考虑到他一场 过我们叫过来谈的时候 没有想到一山社非常慷慨 好 就这样答应 那我们也一直关的各方面做的不是很好 因为有些是教会的事情 其实还蛮方便的 就是教会的使用相当多 所以教会的人民各方面的事情 我们大概有办法处理 但是台湾的里民 台湾的食物 我们就不是那么容易能处理 不过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把这个担子就交给 不是交给 因为这些学一山社 然后丢给他的时候还比他限期 因为今年是马届来台140年 那3月9号刚好140周年 我们刚好要办一个纪念礼拜 也不管后面也一个礼拜 既然我们前面提几天 所以3月6号 我们也把这个担子也丢给一山社 没有想到有点亏欠 就是他们正在把这一本总算拼出来了 不过我们也认为说 假如有更好多的时间 应该这一本会有更多钱 如果这个再版的时候 我们再来解决这一个事情 那整个马街日记 就这样12人经过这一方面 集中只有1883年 那一本是失踪 后来我们有看到原本的话 有一叠有检掉 可能是那一部分 那检掉有一部分 刚好就是零零这样一盒一盒 大概都是账目 我们可能是觉得他回国那一年 这是相当可惜 因为马街在中华战争前后 这一段我们来看到他第二次回国 这一段是最精彩的 台湾他到处都在跑 所以我们这一段也希望 未来能够透过其他出来 至于马街出了这一套日记 外面看得到还有一个 不过的摩扎记事 就是我们说的5摩扎那一本 那一本完全跟这个 是根基在这一本 那我们今年六月 淡江中协还会出一本马街的书信 这一本可能出来以后 研究马街最后完整 马街书信是他很情意 跟加拿大那一边 会有些交代事情 很多事情也是透过这个日记 在那边转述 这一些版本 我们整个也跟这一次一样 透过一个外国宣教室 把它整理成一个英文 所以英文版在六月出版 所以这些后细的活动 加入中文版再出来 对我们整个他当年成交 整个台湾的面貌 会有更详细的一个呈现 谢谢书老师 说明这套出版的一个过程 跟当初的一些想法 那陈如书老师所讲 那个马街他本身是 透露了相当多关于台湾 因为他的日记记录 就是写了相当多关于台湾 的一个当时的样貌 包含了像汉人 原住民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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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视频 我们一起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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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